我是谁?我的性格如何?我有什么优缺点?我适合做什么? 在之前的粗放型发展时代里,社会压力逼迫我们复制所谓的成功道路来获取社会资源,让我们成了千篇一律的人。 人和人就像用同一个模型造出来的一夜,完全忽视了人的内心深处的热情,而这恰恰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潜能和动能。 即使你正在从事一份高薪高压的工作,如果你天生就不属于那个位置,你总有一天还会离开。 即使你学的是理工,如果你最热爱的是写作,早晚有一天你会通过各种办法用写作发挥你的个人价值。 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,一个作品,产品,从零到九十九分那部分可以靠时间和精力完成,但是从九十九分到九十九点九分,乃至到九十九点九九分的那部分,只能靠一个人的热爱和心态才能完成。 未来越能发挥出自己兴趣和热情的人,越不需要依附某个公司,他们可以利用互联网获得巨大影响力和资源而迅速崛起,成为超级个体。 三如今很多人,整日忙忙碌碌,却分文不值。 为什么不值钱呢?